本节目由全新雷克萨斯ES冠名播出 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 叫您谭先生还是叫您张经大人 还是叫您中宪大夫或者谭公 我觉得还是一些关键问题 想问你 想询问你 我觉得他是愿意认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而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一颗会心 这是很亮 很耀眼的 就一下子过去了 他看到了死的苦 怎么能够活起来 他的死不光是一种烈士对于革命的一种现身 他更是一种哲学家对于理念的致敬 死不不要紧 那名声非常重要 逃走了实际上也就行事走出了 也就没有意义了 湖南人还是容易走极端 一种极端就是烈士 要不就是顿入空门做和尚 其实你看得出来 他对佛生命不灭这个想法 他非常强烈 中国人还是好生勿死 他说我是一个小我 但是我的理念 还有我身后的这群人是一个大我 生与死是一对要相互成全的概念 两个概念离开谁都是不可行的 他是真正的向死而生 他说我是一个小我 每次对话都是一极意外的相遇 彼此的探测 不可避免的不安 以及自然到来的世人 他令你重审自我 一些时刻更为坚定 另一些时刻就充满怀疑 他也催你追问生活之意义 他也促你观察生活之矛盾 高速变化的时代 与个人意义危机的并存 没有更开放的对话 更多元的思考 才能追求一种兼容之道 在宽阔的世界中 做一个不狭爱的人 我们这一整代人 包括更年轻一代 我们整个生活在一个很无力的状态 这种无力是几重的 一个是思想的无力 第二个是行动的无力 历史中的某种榜样和楷模和呼应 会是对我们无力的一个很大的补充 这就是历史精神的本质 历史精神的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 包括我们历史的关联 我觉得我们非常难 我们难以理解的很多东西 甚至它的思想史 精神史 因为我们不存在那样的一个思想系统了 他们怎么想象这个世界 我们很难理解的 我们很难理解的 杜尽说佛众生 就是龙华 成庆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师 在对晚清思想史的研究中 他以佛学的视角来解读谭思同 在这场探寻中 他给我尤其重要的启发 你如果看潘思同的他当时的经历 他在1896年遇到了杨文慧 非常精通佛学的时代 在当时的晚清这部分 对佛学他们是个人信仰层面 但个人信仰层面也不离时代的一个大的背景 我们过来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早点 对 这怎么讲的 其实就表象世界的重重叠叠 佛教的宇宙观的一种表现 我认识他人就正是思想史了 突然成了居士是吧 后来大家都觉得你怎么了 是不是人是很大的创伤 是不是内心的创伤了变 从学术思想来讲 我们因为以前研究中国思想史 我们一般都有传统的套路 经文经学 伪心派 但是当我真正去研究的时候 发现有很大的 里面有很多的因素 是关于佛教的部分 为什么我们谈这些近代思想人物 没有照顾到佛学的部分 后来才知道事实上是因为 我们的佛学的这个传承 已经断练了 你要重新去理解是很难的 我想回到谭世彤这样的人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面 他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性的 他有他强烈的生命信仰的冲动的 这样一部分 那我从我个人来讲 我也不仅仅是知识性的 我有一个对生命的一个 想要重新去理解这个世界 这个冲动其实都 你讲我们是差不多同代人 我们这个宗教的部分 在我们从小的教育当中是 缺席的 缺席的 回到那个比如说当时在上海 他们在司马路上聚会 一面就谈格物置之 谈物理这样的东西 数学一边就谈佛学 这两个最重要的话题 对 佛学有什么样的能力 可以对谭词来说 像一个大理论一样 把这些都包进来一样 这是什么东西呢 一方面因为佛学 其实在根本的宇宙观上 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上 它其实是可以对应自然科学的这部分 而且自然科学它拿来用 它可以弥补佛学在实物上的不足 那就说回到那个时候 比如说你是等于三十多岁开始 对这个 三十岁开始 对 他们那时候也是二十多岁 三十岁左右 康良也谈也好 他们都是那个时候 如果你去进入他们的心境 他们去追求这些东西 或者理解这些东西 给他们导致什么样的感觉 你觉得是 谭词彤他最感兴趣的是华言思想 这个华言丁所呈现的就是一个 我们讲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是一个重重叠叠的一个华藏世界 这个世界是互相寒涉 一个蜡烛 放在四面都是镜子的时候 你从镜子里面看 他的世界是互相寒涉 层层相叠的 他说我们的宇宙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的一种世界观 其实当时非常的符合 晚清当时接受的西方自然科学 尤其是宇宙理论 自然科学 这样的一个理论冲击 而佛学 他比儒家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他在宇宙观上 他很完美 另外一个 因为传统儒家对生死这个问题 是至而不谈 但是在一个社会变动时期 生命随时就有受到很大的威胁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佛教提供的很大对生死的根本的看法 也就是说人的生命他是不灭的 其实你如果看谭世彤的他当时的经历 一方面他跟他从小的生命遭遇有关系 因为他从小的母亲跟他的兄弟 对都纷纷去世 接连死亡 而且是他十来岁的时候 那后来的时候 因为他个人的科举的不顺 所以他性格的那一桀骜不逊的一面 就特别的突出 见到杨文慧之后 其实我觉得打动他什么 就是因为 他要从另一个程度上 他要了解到这个世界该如何发展的方向 那他的方向是什么 他就是把他当时所接触到所有的学说 能够通过佛学做一个整合 他最终他强调了一点什么 大乘佛教 勇敢无畏 也就是说其实他今世的一面 是靠佛教的思想去把它促进的 到时候都是小猪佩奇的天下 不是 这是最近流行的 我不知道怎么流行 我女儿就玩这种玩具吗 小孩都玩 但是为什么成年人也天天讲这个 故意把自己搞成那个低灵化 做啥 这么牛逼啊 迷迷迷迷处啊 这个对联可以 这很有感觉 这小猪佛 这种学校可以啊 有感觉 有感觉 肯定啊 这里开始有搜学馆 我这就是当年的那个新思想中心的 新算为先 新算为先须 讲谈 讲谈 俯辟千年所 折生 朝后 折生朝后起 正气 天津一代雄 在家乡流行 谭思同开办了教授西方数学新知的算学社 单一湖南本地学者弹伯牛的判断 这里其实还有其他用途 这算湖南近代新思想的开端之一了 肯定要算 算学就是数学 数位化了数学 坐会儿 他是这样 他当时开办这个算学馆 有一个公旗 我为什么要设立这个东西 当时就是从信里面 他给他老师 欧阳写的信是吧 就是从信里面摘 但信里面 把很多对时政的抨击 就给他删除了 包括他所属本意 我立这个算学 不是为学术而学术 对 表面算学实际政治 为政治而学术 但是这个又完全符合 中国的传统 因为中国传统 关于学是合一体的 所以谭思同他们这种人 虽然他没有做到 实际的观止 但他们的思路都是这种思路 他们做事情都是很扎实的 还有一个他说 虽然表面上我在刘阳县 一个县里面弄 但其实这个就是将来 应该要风靡全国西 革智之学 等于是这个东西 也是受甲午的直接的刺激 产生的 甲午首先 内部也是地党与后党的一个斗争 后党说不要去开战 地党就是他们是主战的 打完打成这个样子 他们是直接刺激 第一个就是地党就失败了 因为这是你们需要的战争 你们主导的 第二个看到了一种希望 原来日本才是应该学习的 以前说学习欧美 感觉太远了 那么本质当然就是年轻人要 把权力拿过来 就控制的那些老 以慈禧太后会代表的老冠良 这也是个待机之争 对 就是待机之争 或者说比如这个地方 酸学馆 它等于是一个地方精英 对全国性危机的一个反应 差不多 对 比如我们现在想象 这个地方精英的当时是什么一种 这地方好像就一年 就很短结束了 没有成果吗 不是成果有了 这是他们用来联络的一个地方 对 还是一个社交平台 你要想象他们那伙在这个里面 讨论的问题的敏感 我估计在里面应该什么话都能说 朱九族的话 估计也在里面讨论 对不对 就是一个科学外衣的异端 一个算学外衣 当然是很多这种社 这种管都是这个意思 包括你现在去重新理解他 经过这么多年 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真正理解他 最难的部分还是他的思想的混杂性 谭世彤思想的各部分 他是互相重撞 互相的配合 怎么看他这种矛盾性呢 比如他人选里面 其实对所有的君主制剧烈的批判 当然他又期待光绪接见 或者做成改变 你觉得是矛盾吗 我觉得在那一代人里面 通通都有这样的倾向 无论是康 也包括坛 其实他都指望 以一人之力来改变 他不是对光绪的君主身份 他是对他能够改变 代表力量 对 因为他知道光绪地 大概是唯一的一个机会 因为对他来讲 他有半报半学堂的经验 他也甚至从底部的运作是多么的困难 包括他在里面他表达对那种传统的刚长人里的那种唾弃 或者是非常的厌恶 但是他在此前他有尽力被他的父亲着想 然后非常欣喜地告诉李润 他跟他父子关系又和缓了 这种东西 这种矛盾是个带人普遍的矛盾 是吧 我觉得既有的来讲 他的确他是讨厌公民 但是你发觉在他人生成长过程当中 他的父亲把他捐捕后捕到 对 他还是接受的 我也有时候也觉得就是 按照我们一般对谭氏同志的理解 他完全可以做得更彻底 但是你发觉他仍然没有脱离这样的一个大的秩序 而且他只有依附在这样的一层关系当中 世家身份上 我想他可能更多的依赖于这样的一个 他的身份的网络 想更多的去入室 所以你看他在湖南 他就算是被这么排挤 他也没看见跟谁彻底的闹翻 但是他们面对一个很大的 就是我们讲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大变动 对待他的态度 我们今天是比较回避的 比如说现在这个社会很大变动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说 与我何干 但是你发觉那一代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就是这个世界是跟我相干的 我想这可能就是佛教会有这两个倾向 就是从佛教里面可以得到非常积极的 菩萨道的度化精神 另外一点就是他可能回归到一个非常 类像化的个人救度的层面 这也是佛教本来具有的一个倾向 就是自度更度人 包括他在被砍头之前是很镇定的 包括所有的记载都是很镇定 是跟他你说的之前 他在一切都做好准备了某种项目 是需要一定的实践 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表达 对不一样的情绪 不一样的 所以我更觉得 谭世彤对佛教的智慧的真正的理解 我觉得是不够的 谭世彤呢 他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力量 我觉得他个人他的意志力很强 我就是相信 我就是决然的相信 这个在佛教里面 他也承认这类的信 因为他如此大的意志力 以至于他的信仰成为他的力量 那么在谭世彤里面 他最后用了一个科学的概念 叫以太 其实你看得出来 他对佛生命不灭这个想法 他非常强烈 结果有时候我看他人学的话 有时候觉得 你不能用知识去看他 你看他 他自己要问什么问题 他为什么强调这个 你看他很有趣 他有时刻复始的觉醒 但是这样的心态 在传统儒家时代是不太有的 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情节 就是谭世彤在当 接到北京变法的 这样的一个邀请 光绪帝的一个御令之后 他对他的妻子就讲 慈来佛菩萨慈悲 我看到这段 对不对 那后来又讲佛门的格局 就是这些勇敢无畏 所以因此他能够抛开我们过去的 所谓的整个 儒家的血统 道统的负担 所以他的后来的充绝网络 其实就从这里开始 这个地方是最美的 来看岳路山 对 鲁迅跟他的一个徒弟 长沙人 徐范城 鲁迅有天就跟他聊天 他说你们湖南人还是容易走极端 一种极端就是烈士 其实他讲就是谭世彤 要不呢就是顿武空文做和尚 对包括我们在这个地方 岳路书院 他也是中国这个传统的某种象征嘛 就是学术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高度的结合 统一 比如孔子的影响 所有的儒家传统的影响 对于谭到底有多大 他很反感这个传统的一套 可是呢 他的这个才学也不足以让他创造一套新的理论 他那个人学那东西 那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感觉发泄 我认为我们中国那个传统啊 日常生活中用的并不是儒家的东西 真正运用的入世这一套是道家的东西 奇物啊逍遥啊 无可无不可 不然的话怎么混下去嘛 真正的传统是这个东西 而用来统治的东西是法家的那套 这个儒家只是用来背书做一个装饰品 那么谭思聪也是一样 所以他虽然说反对的是儒家 但其实他可能反对的是道家那一套 但是他又把佛 把道要引入进来去批评儒 那你日常生活本来就跟道家有关了 所以这个就是他比较混乱的一个体系 他的行为更像一个烈士 更像一个儒家的烈士 其实更符合那个传统 对呀 唯一的只是说你不相信孔子之道 但是你的做法都像孟子说的那种烈士 毅力之间 你觉得他是不是其实是一个不等过日常生活的人 受不了日常生活之平淡的人 看梁启超给他写的传记当然是受不了日常生活 你看他每天那种自虐型的行军是吧 自己行军 有一种 我觉得有点五行僧的或者去会给自己造成一种很嗨的感觉 为了真正的快感那种 为了承受一种痛苦 但是那种痛苦最后肯定是一种深度的愉悦 但是他最终要选择那个死 那肯定不仅仅是说为了变法而死 还有更隐秘的动机 对我觉得就是隐秘的动机 一直好像没有被好好探讨过 可能的可能性吗 是这个吗 是这个吧 ありがとう 快可以啊 すいません 刚才我在那个小小的店里面 他是梁启超去办《青衣报》的地方 而谭思彤真正的形象的出现 他的现代形象的出现 是梁启超塑造出来的 《青衣报》上第一次相对完整地发表了 梁启超的作品《人学》 然后梁启超也写了关于他的传记 然后这些杂志在这办好之后被运回到中国 像地下的违禁品一样 禁书一样 然后进入更广阔的渠道 很多人因此了解了谭思彤 就我没有想到他在北京的牺牲 一场流血事件之后 他们在横边突然 这场流血转化成一种新的一种英雄的形象 所以这是有很多感慨 在离开日本寻找谭思彤的道路上 我意外多了40多个年轻的同行者 会想跟他谈恋爱吗 比如女孩子 你说呢 我肯定想吧 我肯定啊 能不想吗 真是别开生命 这次 他们收集讨论一切关于谭思彤的物品 话题与新闻 他们用副声来称呼他 我们去地铁里面有他的像是吗 但是很悲催要刷卡尽 在刘洋我本人提了一个当地学者上有这种决心 他们一样决心 讨然提了一个士大夫以前的名书过人家 我们去拍拍恐龙科普文化展吧 多好 干嘛 谭思彤不像时代的恐龙吗 我觉得不像 是这样吗 为什么不像恐龙呢 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消失的物种啊 这个倒是 我加入他们的微信群 见到了来自山西的张维新 这不就苦方桥吗 是吧 是的 这是谈 这是凉 对 这其实就是住在 我就太混搭了 住在轩南附近的人 而且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 这都是历史人物 养而那个林泽许是赵丹 是的 对 转了那么多去它不同的地方 比如你坐在此刻坐在这儿 前面就是菜市口 会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一般不会来这个地方 除非是在就是它的忌日啊 或者说清明节这种 你会来这地方 我会来这地方给它烧点纸 然后或者说 有的时候给它烧一张世界地图 或者说给它烧点 什么时候给它烧的世界地图 烧了两次了 真的啊 你觉得它会喜欢这个东西 它就是会喜欢才烧 烧世界地图 然后有一次给它烧了一本 霍金的那个就是 《果壳中的宇宙》那本书 对 你觉得它会喜欢霍金的是吧 肯定会喜欢 我觉得会 我觉得会啊 但是它就是喜欢天文和物理的人 那应该会喜欢霍金吧 我觉得 所以就给它烧了一本那个 你的同伴也会烧什么 都会烧 而且我们有的时候不烧 有的时候会送 送一个小的古琴 怎么送呢 就这么大 就放它目前或者给它 就是在它目前旁边 去的湖南回湖南 对 然后有的时候给它买两个姓名牌 上面写着一个坛 旁边写一个糖 然后有的时候写一个梁 就是很好玩的那种 就是它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就是在我们年轻人心里面 其实 没什么距离感的人 所以 就是跟它交流起来 觉得也没什么代沟 嗯 这种情感方式会有 会有点像比如说日本 你少年看那种 版本龙马的漫画 很强那种投射感 你们会有类似 会有类似的感觉吗 应该会 就是就就就谈从某种事情 不要二次元化某种意义上 会啊会是吧 会很二次元 很二次元 非常二次元 二次元人物没有之一 怎么怎么解释这个二次元化 怎么现实生活是不完美的 然后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觉得它始终是我们心里的一方净土 嗯 然后可以是就类似于 又勇敢又纯洁 对又勇敢 就是就是为什么它会有二次元的感觉 就是它很像童话中的人物 温柔 然后多愁 敏感悲观浪漫的 很追求真理的 又热情似火 然后又很纯洁 若冰霜这样的一个人 你对谭思彤这种热情 你的同学吗 或者你的同代人 会觉得很奇怪吗 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说我要说我是行走的安利基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跟我扯完以后 就都会觉得哇 谭思彤好棒 但他如果真的走到现在现实中 肯定你现在还金光灿灿啊 我们肯定会 会不会觉得很反而会隔不入呢 不会的 我们会围着他要签名的 他会喜欢发微博吗 肯定特别喜欢 但是我觉得他两天就炸号了 他有网红前置 而且他这个人又很能折腾 他那时候写了一个什么 延年会章程 就是教大家节约时间的 这个也不许 那个也不许 吃饭也不许吃久了 见面也不许见久了 不许扯淡 然后最后一句是 但是不能扯是不能扯 衣服要干净 屋子要干净 他是那种好在乎个人形象的人 他都进了大牢了 估计活不了几天了 还让他的家人给他送衣服 衣服 腰带 裤子 鞋 袜子 毛巾 脸盆 饭碗 他还讲究着呢 这人毛病特别多 所以我们管他叫七公主 所以我们那个群叫 就是七爷 变成七公主 对啊 我们都管他七公主 然后你就谭子同 要知道你们这么议论他 他是什么反应 把我们脑袋打开花吧 但他确实是一个性格 他又比较爱哭 你觉得你研究他 你理解他 研究他 他对你的生活的改变是什么 他对我的非常大的影响 是我觉得我有了 就是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信仰 我会认为 我所做的一切事情 包括其他人做的一些事情 都是应该是自由的 就是人应该是自由 而平等的关系 任何人都有追求 怎么去生的自由 把世俗的标准和道德 看得太高了 高于一个人对于学术真理信仰的追求 这都是不对的 那比如说你说 他死了120年了 然后对于现在的一代人 他们想去理解他的话 有没有特别好的方式去理解他 或者说在这个时代理解他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对我来讲就是 其实更有趣的就是 要从谭思同那里重新去挖掘一个 现在中国人仍然面临的问题 也就是说当面对你一个时代大的变局的变动的时候 以及你个人生命的变动的时候 你该拿哪些观念去应对 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人信仰宗教 但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去讨论的时候 这些东西到底给予他 到底哪些方面的力量 因为有的人对于中间的信仰来自于生死 有的人来自于生活的不顺 有的人来自于某种功利心 但是回到中国人的根本问题就是 这些问题都仍然存在在那里 这些问题到底我们中国人是如何的去思考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点心意义上的人 我们不会提到某一个人说那就是我生命的典范 我们一般都说那是我们知识上的典范 或者说道德上也可能也有典范 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有种生命意义上的典范 谭世彤还有点想生命典范 如果他活到现在他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会干什么呢 真的很难想象 你觉得咱们这代人会怎么样 咱们这一两代人 我们这代人说实话 客观讲是悲观的 其实这一代人其实回归宗教 其实都有一点我们讲类像话 茶 禅 就是修身的层面 这种其实这是非常单面化的佛教的理解 当你最初听到网络上传佛系青年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我觉得是他跟佛教没太大关系 但是他反映了就是社会普遍的一种挫败感 讲佛系的人他常常都是拿佛系来自我的消解 跟调侃 是一种缓解 但是他的追逐心绝对不佛系 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受到挫败感 就是因为放在错误的位置 因为每个人有他的位置 但是今天的教育系统里面 通通的是要让不同的人放在同一个位置 这是他们生命产生挫败感的最主要的来源 所以他们才会玩游戏 以前是因为社会生活的挫败 而去投向道家佛教 现在是投向的游戏 一个道理嘛 对不对 所以我想一定要找到理智的位置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他自己去走出家庭 社会 学校的这种种种的一些诱导跟压力 我觉得今天 其实那种约束跟他的置顾非常强大 表面上我们是个多元的社会 事实上非常易远 一旦开始的时候 就发现 我们的首先最强的感觉是历史的断裂感 它是个非常抽象的一个名字 是我们每个人都铭记 都知道 但面目却非常模糊这么一个人 那我想我怎么去逼近他们 一个是想了解谭思彤是谁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第二个人想了解的是 经过120年 每代人是如何想象他的 在上海这个面孔里面 谭思彤是一个常年在一个旧学的系统中 受训练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突然跳到一个具有 深光电的一个吸血系统里面 对于这么一个年轻的 然后热情敏感的心灵的一个刺激 谭也是对整个知识是一知半解的 就跟我们一样是充满了困惑 包括佛家对他的思想的拓展 这个澄清谭也很清楚 所以上海是这样的两副面孔 西方的东西和佛家的刺激 对他的整个精神世界 一个膨胀和充盈 使他从一个过去的那个读书的系统 摆脱出来了 然后到长沙 他是重要的湖南人 他湖南人的表率 当时的长沙是中国的维新的中心 他在里面完成了某种历练 实际上湖南完成两部分的实行 一个是他的性格的塑造 第二是在15学堂 在长沙他第一次有了行动的机会 他是为北京做演练这次行动 然后到了北京 突然获得权力之后那种 其实他也不知所措 他们有很多错误的步骤 包括他们确实想杀慈禧 所以他们有他们犯的错误 但是在北京又同时是成就 他最关键的地方 他选择了直接去迎接死亡 使他变得非常的不同感想 这个部分又跟成庆讲的 上下讲的佛学 跟湖南人性格都有关系 这些训练使他可以接受那一个时刻 这儿 这还行 全是蚂蚁 算了太矫情了 坐吧 咳死我了 小点声音吧 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 叫您谭先生还是叫您张经大人 还是叫您中宪大夫 或者谭公 今天是百日为新的正好的两个甲子 一百二十年 也是你这个 离去的一百二十年 跟这个一百二十年毫无关系 我觉得你好像 因为活在那个很青春的时刻 那种 三十三岁 或者更年轻 这个探访好像 既是对你真实生活的 理解的渴望 好像更是对 对自我的一种追寻吧 因为你基本上是一个 非常符号式的存在 这个符号 代表着某种 非常强烈的情感 行动的勇气吧 尤其是行动的勇气 在面临一个巨大的 动荡的 政治的 社会的 思想的 这样一种巨大挑战的时候 怎么应对这些 可能还是有些 我挺渴望你如果 可以重新想象一下这个人生 如果当时 1898年的秋天 两种选择 一个选择 如果你逃走了 你像康良一样离开了 你去了日本 或者去了别的地方 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是因为恐惧这种选择 第二个是如果你没有 没有被杀头了 然后你在接下来的岁月里 你会怎么面对中国接下来的动荡 然后我们一直很好奇你的 你的爱情 你真的 还是说友情在你生活中占据一个绝对的重要性 我在 刘洋一中里闲逛 碰到那些年轻人跟他们聊天 然后如果你活着 你会看到他们 你觉得现在的刘洋 是你渴望的样子 你会喜欢这个 这个时代吗 也很想知道你的答案 你会想会珍妙的 对 有一个人